七十八篇 它应该归类给训会诗 也可以说是智慧诗 它是教导神的百姓 如何敬畏神的 那么这个诗的结构 大体上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分的话 大体可以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一节到八节 谈到了让我们要追念 留意侧耳听上帝的 训会和口中的言语 然后九节到六十四节 实际上是谈到了 以色列百姓在过去的历史 过去一种悖逆 他们如何悖逆 上帝如何信使 他们如何被审管教 甚至审判 很多人灭亡 然后上帝仍存连绵 信使守约的这样的历史 就是前面所谈到的一些 让我们去回顾追念 纪念的内容 然后六十五节到最后 是讲到上帝 他如何建立西安 如何建立圣所 如何拣选他的仆人大位 然后立他做以色列的牧者 这个就是弥赛亚的应许 因为在旧约里面 很少用我的仆人大位 这样的描述 所以这个大位 我们应该联系到弥赛亚的应许 就是大位的那位后裔 立他做和神心意的牧者 来牧养以色列百姓 这就是神 虽然以色列百姓这样悖逆 反叛 不信 被神审判 甚至遭灭绝等等 这样的事情 但是上帝应许 给他真正的百姓 要兴起一位 最终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 就是新约的元首 就是耶稣基督 那我们来看一节到八节 一节八节很重要 因为九节往后 就是描述具体回顾的内容 一节到八节里面 我们看到 我故意把这个经文 这样标注了颜色 划分了这样的结构 一目了然 那诗人在这里面说 发出这样的呼召 我的名 你们要留意听 侧耳听 发出这样的邀请 你们要听 如何听呢 留意听 侧耳听 这个和摩西 在生命记里面发出的说 以色列啊 你们要听 这个传统是一致的 上帝借着摩西 呼召以色列百姓 他说以色列啊 你们要听 Shema Shema就是听啊 听的意思 为什么听这么重要呢 因为听 里面 能够产生信息 听里面 有生命的话语 上帝 他拯救他百姓的方式 就是 让以色列百姓来听 透过听 来拯救他们 这是 跟其他宗教 有明显区分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标志 我们在罗马书 十章里面 也提到了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一个人求告神 从而获得拯救 上帝应许 凡求告他的 就必得救 但是一个人 如何能够求告他呢 是从信而来 未曾信 就不可能求 那如何信呢 是透过听 没有 凤传遣的 就没有传的 没有传的 就不能听 所以上帝 他的旨意 他的救法 他的救恩的智慧 是透过 他所采遣的仆人 去宣讲 而以色列百姓 神的百姓 唯有透过留意 听话 才能够获得 救恩的智慧 才能够产生信心 才能够产生 求告神的应许 因为听里面 有神的应许 听里面 有神的警戒 听里面 有神的救法 听里面 有神的智慧 听里面 有神的指示 神的生命的道 所以以色列百姓 很关键的一个要素 要想活得救法 要想活得拯救 要想在地上 活得真正的智慧 在生命的道理 在正路当中 去站立得稳 站立得住 不效法恶人 不随从恶人 不做泄满人的道路的话 如果能够真正 在神的面前 如同一棵树栽 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的话 最终能够得 结出生命的果子 蒙神喜悦的话 他们唯一关键的 不是凭着他们的身体 的肌肉强健 也不是凭着他们 世俗的智慧 比外邦人卓越 唯一的就是 存着一个谦卑的 可慕的 敬畏的 心去听上的的话 留意 这个不是散漫 挂着祖母 就那么一面手里 做着别的事情 一面听 这种态度根本 从神的话里 得不到什么 我们主任牧师 讲道的时候 多次强调说到 一个人听道的时候 如果不注视 讲道人的脸 留意听的话 他是不可能得恩典的 表面上我们觉得 这个很诧异 这是有圣经根据的 因为一个人散漫的 东瞅瞅西望望 然后翻翻手机 或者看看周报 或者是东茶茶西茶茶 然后看看手脏了个脏 碰一碰这个碰碰的 这种散漫的心 他是不可能留意的 而且当一个人目光 分散在别的地方 他就不可能注意 而且当一个人 听教授讲课也好 听牧师讲道也好 当他连讲的人的脸 都不注视的时候 这个人就不可能尊重讲员 因为大家都懂得这个道理 不尊重讲员的时候 就不可能尊重讲员 口中所出的话 这是在心理上 都是有密切联系关系的 所以大家 圣经总是要 警戒我们要留意 留意就是集中精力听 不是我们以为 我们平时听个音乐 听个什么故事 读书 把我手中做着 其他的事情 然后放着 我个人习惯也是那样 我放着一些东西 旁边放着一些音乐 一些声音 我在做事的时候 可能会集中 大家现在人 很多人都有这种习惯 但是唯一听到的事情上 不能这样 你发现听到的事情上 你不集中的时候 那个道好像在听了 好像获得了一些信息 但是那个道就没有办法 触动我们的心里 为什么 这个听到和听到的姿态 这个不是指姿势 姿势反映了姿态 你躺着听和坐起来 庄重的严肃的态度 听是不一样 姿态是指我们的心态 心里面真正存着 郑重的态度 留意听和随便 轻松的这么听的话 领受恩典的程度 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所以听到的时候 留意听和侧耳听很重要 这个不只是姿态的问题 装出一副专注的样子而已 是真的留意 因为里面涉及到每一次 关乎我得救的道理 我一周里面就三次听神的话 每一次可能是涉及到 我最近解决我灵里面 问题关键的信息 在里面包含着 结果我就轻轻呼呼的 一周两周三周 一次聚会 两次聚会 三次聚会 就寥寥草草的混过去的话 你的灵性的光景 就不可能有翻转和解决 一个不听神话语的人 是不可能在神的面前有长进的 一个不听神的话语的人 是不可能爱神和敬畏神 或者是有成长的 一个不听神的话语 不在宫礼拜当中 接受神教导的人 他却幻想着 自己的灵性有什么翻转 这是做梦 这是不符合基督教的 逻辑和上帝做事 祝福人的方法的 所以弟兄姊妹 每一次听到 你要把每一次听到的机会 当成给你属灵食物 吃饭 吃属灵食物 每一次开药放 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 接受神的手术 这样的非常重要的机会 而不是准备这个吃饱了 喝足了 闲下来听听这个 唱唱这个乐剧 听个评书 挠挠我心灵的眼睛 安慰我这个玻璃心的 这样的机会 不听到的人 如何让上帝 在你身上做工 不明白上帝 做工原理的人 他却渴望上帝拯救他 这是我们在 把上帝当作偶像来拜 因为上帝 有他做事的法则 他要拯救我们 施恩给我们的方法和手段 要按着在上帝的家 在上帝的国度上 我们应该按照神的法则 神的方式去礼拜他 而不是按照我们 虚妄的方式去敬拜神 我认为上帝应该这样恩待我 上帝拯救我们 是让我们留意听他的话 因为所有的救法 都在神的话语里面包含了 而上帝利 花那么多代价 造就一个仆人去利 在教会里面去牧养 他的百姓 很重要的就是 接着宣讲他的话 忠实的去宣讲神的话 去医治神的百姓 但是当神的百姓 在轻忽听道的时候 他们就错过了上帝 向他们显现说话的 关键的机会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从使徒时代 到宗教改革时期 甚至这样的时代 传统当中 我们发现 他们很重视神的话 他们到探访的时候 也是讲道 短讲 公礼拜的时候讲道 上午可能解经讲道 下午可能是教理学习 基本上根本不需要什么 这个基督教商谈学 你别以为使徒 耶稣或者是宗教改革家 他们不懂心理学 他们就不懂牧会 其实真正礼拜成功化 教目辅导学 根本不需要存在 一个真正在礼拜当中 留一听 在礼拜当中 其实很多问题都得解决了 我个人的经验也是这样 我信主那个时代是九几年 那个时代 说不好听 网络都不怎么发达 什么教目辅导 其实听都没听说过 资源都图书也不多 对不对 我们跟海外交流也不很多 网络也不发达 那时候也没有微信 发短信 只是发彩信就了不得了 后期才发彩信 基本都是发文字的 网络那个时候 我们用的电脑 后期 我传到信主初期 那是586486 大家可能听不懂 586486 可想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网络就局域网 跟国际联网这种情况都不发达 后期渐渐的 2000年往后 开始网络发达了 所以什么意思呢 那个时候我们 默会什么教目辅导 没有 但是我们发现 很多基督徒的灵性的问题 在讲道 听道当中 礼拜当中 都可以解决 他们集中礼拜的时候 甚至唱诗 那个歌词 就医治他们 就可以安慰他们 就可以教导他们 就可以解决他们 甚至他们在 礼拜这个带导当中 就可以得到医治 甚至他们听到的时候 已经可以得到解决他们 所有的牧养 因为他们迫弃寻求神的时候 圣灵临在 每一次的讲道 都是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他们真正带着渴望的 渴慕的心去 听礼拜的时候 上帝就透过讲台 供应他们 所以基本上 礼拜和圣经学习 已经充足了 不需要什么格外的 给你额外的辅导等等 基本的都可以得到解决 但是问题是现在 人们对礼拜越来越忽视 人们对讲道越来越散漫 以为讲道只不过是个圣经学习 或者是等等 人们不再渴慕神的话 人们听到可能只是 获取一种新的 对圣经的一种知识和情报 他们不再把听到 当作领树神话语的机会 那种渴慕和敬畏 那种侧耳流一听的那种 心态也没了 所以圣灵在那种 清清乎乎来到教会当中 散散漫漫礼拜的人心灵里面 往往被这种刚硬和麻木的心灵 给屏蔽了 所以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了解 上帝拯救人的方法 五音如何拯救人 五音只不过是个消息而已 当使徒们到处去宣布 耶稣基督复活了 这个信息是有什么可信的呢 这个信息有什么魅力的呢 甚至当地人可能都觉得是笑话 当作希腊人 这些聪明头脑人 当作新闻听听 看看你们有讲出什么新的道理 但是上帝就用这种 人的智慧当作 欲拙的这样的福音 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 当人存着困苦绝望的心灵 去听福音的时候 圣灵做工 在那些贫穷人的心灵里面 他们就信了 信的人就得救了 没有什么奇妙的 这个超级的新道理啊 所以留一听很重要 留一听 所以你们要留一听 要侧耳听 这个不是姿势 身体姿势的问题 当然姿势也反映了内心心理 是我们内心态度的问题 要留一听我的训会 当然诗人可能就作为王也好 作为一个老前辈也好 这是这个智慧文学里面常用的 真言书文啊 你要听好像一个老父亲 一个母亲在教导自己的孩子 圣灵借着他的仆人向他的百姓发 第一层面可能是这个诗人 对他对自己同胞们发出的 今天我们把他当作神的话 对我们的呼召 侧耳听我的训会 留一听我口中的话 这个是诗和智慧里面出现的这种对称 都是类似的话 然后他说摆正姿带要留一听 然后他就说我要开口 我要说出比喻 谜语 一般这个也是智慧文学里面出现的 用比喻谜语去讲 当然在这里面 诗人的意思不是用那些比较难明白的 隐晦的话 而是什么呢 这里面说是 他说到我要讲比喻要讲谜语 这里面具体讲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 也是我们从祖宗那里告诉我们的 祖宗告诉我们的 然后他说我不将这些事 就是我们听见所知道的祖宗告诉我们的这些事 也就是他所说的比喻和谜语 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训会 我口中的话 这个话是指什么 比喻谜语 我们听见所知道的 祖宗所告诉我们的这些事 诗人现在要对我的名说话 所以劝他们侧耳听 留意听 他要说话 说什么呢 就是这些 他表明态度 我不将这些事 向我们的子孙隐瞒 我们的祖宗 他不向他的子孙隐瞒 我要将耶和华的话 美德 不隐瞒 然后这是否定的 不隐瞒 就是要讲名的意思 像祖宗所说的 我要将这些事情诉说给后代题 我们 这是 好了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比喻 谜语 所听见所告诉祖宗 告诉我们的这些事 实际上这些事 其实就是讲 包含了什么 耶和华的美德 耶和华的能力 耶和华奇妙的作为 所以我的名呢 你们要留戏听 留意听 侧耳听 我的教训 我口中的话 是什么 就是关乎耶和华的美德 耶和华的能力 耶和华的作为 为什么让他们留意听 为什么要传给他们 祖宗传给我们 我们要传给他 传给子孙后代 不隐瞒呢 要教导他们 传给他们听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耶和华上帝 在雅各中立了法度 在以色列中 这个都是一个意思 设律法 就是耶和华吩咐 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 你发现 耶和华的美德 耶和华的能力 耶和华的作为 里面包含法度 律法 这就是我们看到 生命纪六章一至九节里面 耶和华吩咐摩西 吩咐以色列百姓 所吩咐的话 中所说的 六章是非常著名的 四到六节是 宣马 以色列 你们要听耶和华 你们的主 神是独一的主 你们要进行进行进义 爱耶和华你的神 等等 那前面就说到了 这是耶和华 这是耶和华 你们神所吩咐 教训你们的诫命 实际上 律列 典章 律列 关乎这个献祭的 典章什么 节旗等等 礼仪方面的 使你们要在过去 得为耶的那个 应许之地 好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子孙孙 敬畏你们的神 谨守他 一切的律列典征 就是我所奉募的 前面讲了这些内容 让他们去遵守 上帝吩咐他们 要把神的吩咐 交道给他们的子孙后代 让他们也敬畏神 谨守遵行 神所吩咐的 就是托付给摩西的 这些律列典律法 所以以色列的先祖们 就遵着神的命令 代代相传去 教导他们的子孙 让他们晓得耶和华的美德 晓得他的能力 晓得他奇妙的作为 以至于使 这个将来要生的后代 这么传下去的时候 让这个后代子孙 得以晓得这些事情 他们也要起来 告诉他们的 代代相传 这是信仰的传承 好让他们 这些听了这些事情的 让他们仰望神 不忘记神的作为 为要遵循神的命令 不要向他们的祖宗 顽梗 悖逆 居心不正 向神不诚实 整理一下 你们要听 要侧耳听 留意听 为什么 上帝这样教导 让我们的祖宗 代代相传 把那些事情 上帝的美德 上帝的能力 上帝在我们中间 曾经所行的奇事 传给子孙后代 包括律法 包括法度 包括律力 包括典将 好让他们晓得明白 以至于使他们敬畏神 仰望神 不忘记神的作为 好遵守他的命令 不要向他们的祖宗 顽梗 背鸟 这里面就包含两个部分 一方面讲述上帝过去的作为 这些作为里面 显明了神的美德 神的能力 神的作为 让我们认识神 然后包括神的律列典章命令 让我们去敬畏他 仰望他 不忘记他的作为的同时 让我们遵守命令 先是不忘记神的作为 神给我们的恩情 不忘记 然后呢 以至于让我们 在这个基础上 遵守他的命令 同时描述过去 神的作为的同时 也包含一些先祖们的事件 一些不好的 不光彩的 悖逆反叛的事件 作为见解 作为反面教材 不要像效法 我们列祖所做的那样 顽梗 悖逆 居心不正 向神 心不存 诚实 纠结往后 就是描述了 以色列百姓 过去的历史 这里我给加上了标题 在埃及的时候 然后在旷野的时候 后面在迦南地的时候 等等 不同的历史阶段 上帝如何做 百姓如何悖逆 这样的事情 上帝如何审判他们 这样的事情 我们去找几个例子 他们不遵守神的约 不肯照他的律法行 忘记他们 向他们显述 在埃及 在索安 这类似于序言一样 这是整体上 以色列百姓的那个列句 不守神的约 忘记他的作为 在埃及 在索安天 他们祖宗面前刑 其实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曾经读的出埃及记 民宿记 出埃及那个前后 前十一章 十章 那些上帝如何在 埃及拯救他们 就把他们 然后将海分开 出埃及过红海 使他们过去 要水立起等等 云住火住 对不对 旷野磐石 这就在 然后往西南山去 喝水 深渊 磐石出水等等 在旷野里 干燥之地 他们就试探神等等 耶和华天天发怒 他们不信服 这种不信服神 不仰赖神的救恩 等等 这个反复出现 用玛纳喂饱他们 他们吃饱了 就随自己欲望 贪心 求吃肉 对不对 然后给他们了 结果他们多采玛纳 甚至吃鸳唇肉 堆在家里等等 神就怒气上腾 审判他们 然后他们仍旧犯罪 不信他们 不信 然后叫他们 神就叫他们虚空等等 很多 神又赦免他们 屡次收回的怒气 不信发他的怒气 然后纪念他们 不顾是血气 然后他们又在旷野 悖逆 叫他担忧 试探神 不追念他能力 三番五次 他们试探神 悖逆至高神 不守他的法度 等等 为什么 跟以色列百姓的后代 要讲述这些事情 一方面提醒 以色列百姓 立祖们曾经的被灭 被神管教 被神审判 是因为他们不信神 不敬畏神 悖逆神 顽梗 这里面说 顽梗 悖逆 心刚硬 不停 明明知道 故意不顺从 居心不正 心里面存着诡诈 向神不诚实 为什么向神不诚实 后面说到他们 上帝管教他们了 他们就上帝 这个不纪念上帝 让他们归去惊恐的时候 然后杀他们的时候 他们才求问神 上帝审判 领导他们 才求问神 回心转育 切切求靠神 也追念他的这个磐石 但是 好像悔改了 他们口谗媚他 用蛇说谎话 心不正 在他的约上不肿 表面悔改 表面转向神 表面求告神 实际上 只不过是为了 解决眼前的问题 敷衍神 赶紧让神 收回他的怒气 心不正 在他的约上不诚实 谈媚神 就糊弄神 表面上说好听的 向神说谎 心不正 不向神说谎 不诚心悔改 归向神 好向信神 实际上心里面 根本不敬畏神 好向爱神 根本不爱神 好向是奉神 心里面根本不是奉神 不敬畏神 好向悔改 其实对自己的罪 根本没有真实的认识 也没有真的诚实的转向神 即便如此 但上帝仍然怜悯他们 上帝能不能知道人心里 当然这里不是鼓励我们虚假 转向上 这说明神的怜悯 神看见他们这样 明明知道他们假意 但是仍然因着他自己的怜悯 赦免他们罪 你不灭绝他们 屡次销毁他们 消除他怒气 不犯 这都是因着神的怜悯和信实 我们不至于灭亡 乃是因为出于耶和华的怜悯 耶利米埃哥 里面说到的 我们不至于灭绝 乃是因为上帝的怜悯 因为他想到我们 不过是雪去一种水分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上帝如此恩待以色列百姓 上帝如此信实拯救以色列百姓 但是他们虽然经历了这样的恩典 但是他们却常常忘记 不纪念 刚硬 悖逆 他们所关注的只不过是眼前的现实 你回忆一下出埃记 回忆一下在旷野当中 上帝以恩典待他们 出埃记这种大的事件 多么印象深刻 但是他们仍然忘记 他们关心的是 没有水喝 水为什么苦 没有粮食吃 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 难道要把我们放在旷野里面 让我们饿死吗 要灭在我们旷野当中 没良心 白眼狼 忘恩负义 明明云柱火柱带领他们 白天给他们遮日用云柱 夜间照亮又取暖用火柱 给他们寻找可住的地方 安营扎寨 把他们从埃记当中释放拯救出来 这是大的救赎事件 又降马南威亚他们 又让出水的盘石随着随处供应他们喝水 处处充满了恩典 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恩典 甚至摩西让他们回顾 四十年之久你们要回念 你们衣服有没有穿破 你们脚有没有 鞋子有没有穿破 等等 但是他们对神的恩典是眼盲的 视而不见 他们的心是刚硬的 神的恩典没有办法滋润 感化这些刚硬的心 一遇到困难就抱怨神 一遇到不满意的就埋怨神 夜魂的美德 看不见 夜魂的能力彰显了 也看不见 神奇妙的作为也彰显了 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像无有的这样的存在 生活当中环绕着那么多神的恩典 结果仿佛上帝不爱他们一样 这不就是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写照吗 点点滴滴过去 上帝如果照着我们的行为带我们 我们早就下地狱不知道多少遍了 被击杀多少遍了 上帝仍然以宽容忍耐恩慈待我们 我们违心地归向上帝 向神献上的虚假的应许 主啊我一生献给你唱诗的时候 我要侍奉你主啊怎么怎么的的 应许给神 回头抬起屁股就忘记自己曾经的许愿 患难的时候求告神 好的时候就好了沙巴忘记疼 好了沙巴忘记疼 这种事情很多嘛 对不对 违心的线上的 然后甚至不守主日 甚至不限十分之一 如果按照旧约上帝的那个标准来看 我们击杀有九条命也不够啊 对不对 上帝始终以他的恩赐宽容忍耐我们 不仅如此 回顾过去生活点点滴滴 我们今天活到今天 不只是父母的恩情 父母生我们是生了 小的时候照顾我们养育们 当我们离开父母的照顾范围 有的时候不是持续什么父母给我们零花钱的话 活到今天不都是神的看顾吗 上帝在我们无法独立生存的时候 上帝用父母的照顾来看顾我们 直到今天你回顾过去 其实点点滴滴充满了神的恩典啊 我多次强调甚至我们不信主的时候 我们不认识人的时候 今天回顾过去很多的经历里面都有神的恩典啊 问题是我们不信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留意过 侧耳听过 专注去思想过 默念过 从来没有纪念过 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留意听 当我们的祖先跟我们讲 神在我们过去历史当中做的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留意听的时候 我们的心思就被这些事情事件所抓住 我们的心思心灵就沉浸在这些事件当中 如果我们是具有理性的灵魂的话 一定会思想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上帝的恩典 荣美能力 恩慈 信实 忍耐 宽容 然后另一方面看到我们的悖逆 我们的反反 不只是过去历史的问题 会想到我们是何等忘恩 容易离弃上帝 背叛神 神仍然宽容 忍耐我们 这种听的时候 这种过去的事件就在听的人心灵里面 在信的人心灵里面产生 恩典的作为 就开始反思我们自己 我们是 我们就应该敬畏神 应该遵守祂的命令 我们应该仰望神 不忘记神的作为 要遵守祂的命令 我们不应该像我们的先祖言 顽梗 被逆居心不正 向他不诚实 这就是上帝吩咐我们的祖先 让我们去教导后裔 甚至透过今天传道人去 讲述圣经的事情的时候 在听的时候 留意听的时候 就在我们心里产生这种信心仰望 产生这种敬畏 产生不忘记 不忘记正面的意思就是纪念 你们要纪念我的作为 不忘记我的作为 你们要思想 昼夜思想 耶和华的律法 什么意思 都是指我们心灵的那个关注点 注意在神的作为上 注意大家 留意保守你的心 其实就是保守你的思想意念 为什么 你的心灵的核心就思想 你思想什么 你就关注什么 你的心 你的心思在哪里 你注重 你整天的心思在哪里 你爱的就是在哪里 你追求的就是在哪里 所以当我们的心思放在神的作为 神的话 神的历史当中的时候 我们的心自然就集中在那里 当我们集中在那里的时候 神的恩典才会感化我们 我们就自然会对神产生信心 感恩和敬畏 我们的心思都不在那里 我们怎么可能敬畏神 举例子说 礼拜天我们偶尔心思放在神那里 我们抛出散漫的那个打盹 走神的那个时间 为什么上帝设立主日 旧约是安静日 心愿我们称之为主日 让我们不只是身体静下来 繁忙当中 劳碌当中静下来 静下来的好处是身体安息 土地安息 牲畜安息 你的工人家里的奴仆也安息 都休息 这是有利于身体和自然原理 第二 静下来不繁忙的时候 我们的心思就会静下来 心灵 然后来礼拜 静下来不只是去什么 到郊外去旅游 周末家庭聚会的问题 是礼拜 那我们的静下来 身体静下来 心思集中在听神的话 赞美神的时候 心思自然就被集中在上帝身上 实际上是教导我们 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 当我们心思集中在上帝 我们的心灵才会安息 我们的心灵被神的话语滋润 然后我们才发现 我们自己的问题才会悔改 我们这个人才在神的面前被调整 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活着的动物 我们乃是不单靠食物 还要靠神口中活着的人 按照神的形象是被造的人 所以当我们的心灵被神的话语滋润 纠正的时候 得到光照悔改的时候 得到神的力量的时候 这个礼拜才形成了循环 所以我们在礼拜当中要称颂神 在礼拜当中我们要听神的话 然后我们悔改 我们献上奉献 这个礼拜才形成了一个闭环 有上去的 有下来的 我们这样的话 身心灵才会健康 这是上帝为了我们全人的健康 和他的关系的维持 赐下的一个祝福的恩典的一个装置和手段 那些欲玩不幸的人 耍小聪明的人 耍上帝的约 却忽略了上帝的最大的恩典 结果他以自己的聪明和智慧 去拒绝上帝的爱 最终长期形成的就是身体垮掉 精神崩溃掉 灵性死掉 然后最后在地狱里面 永远当中受神的刑罚 人总是用自己的小聪明 去跟神的博爱 去逃避上帝的爱 旧约里面有很多的例子 今天我们活在新云 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所以你要明白 为什么上帝让我们去礼拜他 这是对我们最有益的事情 我们被造这种存在 能够心思专注在神那里 我们的心灵才有安息 所以礼拜结束之后 我们这一周里面 我们要留意我的心思 有多少在神那里 从来没有纪念过神 从来没有思想过神 所有的心思都是其他的事物 所以我们心灵里面憔悴 没有力量 软弱 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没了 因为我们没有留意 时常让自己的心思 在神那里面 活在世上 我们不是那种沙漠教父 要跑到城市外 跑到无人区 然后修行 我们是要在城市 这座沙漠里面 内心当中时常归位 把我们的心思 时常专注在神那里面 那有人说 那样能正常生活吗 你坐地铁闲着的时候 你不少刷一会手机 你的心思里面 看默想一段经文 或看看基督教要印 看看属灵书籍 把碎片的时间 用信仰 除了必要的学习之外 用信仰 定精在回归到神的里面 神是你的本位 心灵的本位 你看看你的灵魂 丰不丰满 你的灵魂刚不刚强 那十天半哪月 不吃一顿饭的人 他身体能健康才怪呢 心思都在这个世界上 都在肉体的事情上 都在自己自私 肉体的欲望上 自己的野心上 欲望上 跟以色列百姓一样 他们所关注的是 有没有鸽子肉 是吧 关注的是 自己肉体的欲望 能不能得到满足 又想着什么 埃及的大蒜 韭菜 肉粿 胡粥八脸 埃及里面 谁会给你吃肉啊 奴隶 是不是 就是 总是关注肉体的事情 他们 心思根本不在上帝里 每一天 云住在前面 火住在前面 上帝以那种 可见的形式 大奇迹 显明他的眷顾 他的引导 他的统治 他的眷爱 看顾 喂养 供应 都感动不了 他们的心 他们还渴望 看到什么大奇迹 有什么奇妙的经历呢 中国基督徒 常常喜欢 谈自己的经历 那种狗屁经历 如果改变不了 你对上帝的敬畏的话 那都是狗经历 那都是让你夸耀 炫耀自己的经历 有什么可夸的 看看你现在的生活 不要提过去 现在 是不是 那些经历 如果让你更认识神一点 让你更爱神一点 更敬虔一点 更规矩一点 更认真一点 对神更诚实一点 那个是来自神的经历 如果不是的话 那个都是让我们骄傲 变得虚妄的 没有用的 什么也没有 上帝给以色列 显出那么多 可实际经历的 然而他们对神的敬畏 怎么样 他们不留意听神的话 所有的经历都是虚妄的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看到 七十八篇里面 他鼓励以色列百姓 要留意听 测耳听 而这些祖先面所流传的 今天已经记录在圣经里 虽然不是所有历史的事件 都记录在圣经里 但是上帝的律法 上帝的旨意 上帝要留给他 历代教会的那些教训 与教训 读则使人归之教导 人学义的 都是有益的 预备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行各样的善事 所需用的一切 关乎生命敬虔的事 都记录在圣经里面了 圣经告诉我们 得救的智慧 我们生活一切需要的智慧 都记录在里面 当我们阅读的时候 我们就是来听 先祖们的事情 关乎神的美德 关乎神的能力 关乎神的作为 而我们如果不留意听的话 我们如何认识神的美德 如何认识神的能力 如何晓得 他奇妙的作为呢 我们读的书 不只是关乎读 以色列的人的事 保罗的事 彼得的事 约翰的事 这个都是关乎我们的事 我们信仰的祖先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我们透过读圣经 透过解释圣经 就是在重复听这件事情 读圣经是我们 直接从圣经里面 听圣经 中向我们说话的 圣灵的教导 我们听讲道呢 是透过 前面是听过 是透过视觉 现在是透过听觉 来听上帝 所宣布的 他的作为 而我们在听的事情 是失败的话 我们所有的礼拜 所有的人生 都是失败的 所以如何听 耶稣讲 你们要留意 你们如何听 因为听决定了生与死 有的人听了 却不明白 有人听了 就明白 同样的种子 撒在石头地上 荆棘草里 还是马路牙子上 还是肥沃的 好土地里 你的听到的心态 很重要 要么就是刚硬的 要么就是被 这个荆棘杂草挤住的 要么就是 这个好像情绪化的 不浅的明白了 好像听明白了 火热一下的 然后一遇到事 就跌倒这样的人 那这些事情 难道只是谈 种地的事情吗 不就谈我们的吗 有的时候 我们是这个道 撒在土浅石头地上 有时候撒在 荆棘里面了 来了礼拜 当然来比布莱卡 来的时候 也没有充分的祷告 心里面堵的都是 今生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这不都是说我们吗 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说别人是 有的时候 听进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 礼拜要提前来 你来礼拜 参加礼拜 那个时间 就证明你对上帝的态度 这个没有什么复杂的 作为牧师 不只是维持一个 什么宗教机构 开礼拜了 谁来不来 这个给不给面子 作为牧师 所看重这个人 到底他是身体 有特殊情况 起不来 还是因为他 什么特殊情况堵车了 还是因为他根本上 对礼拜 对上帝的信仰有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正常的人 他为了不迟到 他完全可以充分 预留出时间 纵然我们周中拼命打工 赶个周六 想睡个懒觉 但是基督徒 哪有礼拜天 这个睡得太晚 然后耽误礼拜的 对不对 所以一定会预留出来时间 哪怕万一堵车了 我该怎么办 明明这个路线 我都走了几年 我知道会堵车的话 别影响我礼拜时间 那我肯定要提前考虑 对不对 那这个预留的时间 都会考虑 大家都是成人 那为什么没有考虑呢 没有想法 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身体上习惯的 就这么来了 所以弟兄姊妹 很多的事情 背后隐藏的是 我们对待神的 态度的问题 这个不管是我 牧师举办了个宴席 我来摆了个摊 你不来捧场 不给我面子的问题 是大家对待神的态度 而大家匆匆忙忙来了 慌慌张张的 然后坐在那 这个碰碰碰心脏 平息了一会儿 讲道结束了 心乱哄哄的 连听到平静都没听 你怎么能听进去 就不用说 你能不能留异体 为什么让你礼拜前来 老一辈留下的传统 都是有道理的 礼拜前来了 不是匆匆忙忙的寡 跟大家好着 没见了 唠嗑闲聊 打招呼 那种交际 礼拜结束之后再搞 礼拜前简单的 打成招呼 谁不会说你 没有礼貌 坐在位子上 安静祷告 三十分钟 好好为自己祷告 反省自己一周的生活 忏悔自己 为自己听到祷告 为自己的礼拜祷告 为牧师的讲道祷告 为礼拜当中 神灵歌在 礼拜当中 你花三十分钟 预备祷告 礼拜如果没有恩典 你跟牧师讲 你这样坚实 诚恳的三十分钟祷告 你说礼拜 再没有恩典 你再跟我讲 如果有这样的人 你跟我讲 我们在出门的时候 就没有准备好 礼拜的态度 然后这种散漫的态度 来礼拜 还想指望 礼拜当中 有什么得着吗 因为你本身 对礼拜本身就没有期待 不是吗 如果真的有期待 我们怎么可能 以这种姿态来礼拜呢 所以弟兄姊妹 留意听 这种留意 本身表明了我们内在的心理 我真的渴望 真的要得招 所以我提前就来 早早的来 我迫切的为这个事情祷告 然后听的时候也专注的听 任何妨碍我礼拜的都是 甚至老一辈人说 都是来自撒旦 我不希望大家有这种解释 但是有这种态度是很重要的 任何人不能妨碍我礼拜 专注听 来敞开教会这么多年 你认真真真真真真 认认真真真 听了几篇道 然后你说教会没有恩典 我问你 你认真听了几篇道 不留意听道的人 谈什么恩典 弟兄姊妹 我们的问题在哪 要找 为什么灵性软弱 病态 起不来 疲倦 上帝好像上了这个南极一样 也没信号 也沟通不上 然后也没有感觉 体验不到温度 为什么 不是上帝离弃了我们 远离了我们 是我们自己远离了上帝 我们不晓得 连最基本的一些 心理的保守 敬虔的持守的心 最基本的底线 我们都没有守住 我们维持我们生命线 那个婴儿的 那个母胎 那个期待 我们维持我们生命的 那个生命线都断了 在听道的事情 都如此泄脉 在礼拜的事情 都如此泄脉 哪有可能有健康 刚强的基督徒 所以以色列百姓 你们要留意听 侧耳听 听何等重要 然后就跟他们讲 上帝在历史当中 与他们先祖作为 先祖我们的失败 上帝的恩典 和信实能力的整首 当他们听的时候 他们就受警戒 上帝是这样恩慈的 我们应该敬拜他 上帝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应该照着他 该受的尊从 去尊重他 去留意听他的话 我们不应该像我们列祖那样 顽耿悖逆 不诚实 他们才真正得恩典 真正得恩典的表现 是他们在生活当中 结束果子 留意听 然后他们就受 领受恩典 受教训 然后他们就开始产生 仰望神 不忘记神的作为 去遵守他的命令 然后不效法 他们祖宗的顽耿悖逆 这是七十八篇 教导人的教训 所以弟兄姊妹 我盼望大家 从现在开始 打起精神来 无论是用祝母 祝母你认真听 一样的恩典 问题是我们心态散漫 所以无论哪样形式的礼拜 让我们留意听 为了礼拜提前 跟朋友室友打好招 我这个时间礼拜 给我点尊重 我们都是基督徒 安静 不要在外面吵来回走 专注的听 然后礼拜前就提前 为自己祷告 为礼拜祷告 你这样去真的去做看看 我说如果有一个真正饥渴的灵魂 上帝可能都用驴子 用动物跟他讲道 让他说话 更何况使用一个软弱的器皿 来喂养他 把心思放在自己 对上帝的态度的反思上 如果你真的渴望 上帝可能用天使来对你讲道 你真的渴慕 上帝可能用罪人向你讲道 你真的渴慕 上帝可能用一个非常卑微软弱的人 讲话 也可能让你得恩典 问题是 我们心到底怎么样 那些祈求就得着的 这个话是不废弃的 那些真正迫切持续 不是敲一下的门 不开就走人的 那个扣门是指不断的扣门 祈求也是持续迫切的寻求的人 不是求一下的就忘了 而是迫切直求的人 不断扣门的人 这种人是 有这种迫切和渴望的人 上帝允许他们 求就得着 寻找就寻 问题是这样的人在哪里 所以根本问题是 我们要反思 我们到底是怎么信的 信什么 我现在的光景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我已经点到了 我们可能对神的基本态度 礼拜的一些基本训练上 基本姿态上已经崩溃了 虽然我们讲基督教要讲好高深的 那个认识福音的真理很重要 但是现在大家连基本基督徒的 基本的那个素养都没了 礼拜应该怎么样 礼拜 基本的那个底线都没了 那在这些事情上崩溃瓦解的时候 我们生命线就断了 因为那些行为已经代表大家的态度 那样的态度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摸摸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盼望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悔改 主要帮助我 让我真正的在主的面前献上 合乎身心意的礼拜 主要我承认 我在你面前是软弱的 我没有照着你该受的敬畏去敬畏你 没有照着你该受的尊敬去尊敬你 没有照着该可慕的可慕你 我常常散漫 我以各样的借口合法化自己的这种光景 来合法化自己 却没有真正的真实的真诚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而向神悔改 主要恢复我 让我有个敬畏你的心 让我真正侧耳挺 留意挺 能够渴慕神 留意保守我的心思 在神的面前迫切祷告 礼拜也是提前来 预备好自己的心态 为自己为礼拜 带着真正可慕和敬畏的心去礼拜的时候 求主的恩典临到我们 求主让我们恢复这个基本的这样的 这些错误 让我们纠正过来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为自己迫切地祷告